全民来公审 人民是头家 欢迎收看全民公审 今天是圣诞节 首先祝福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圣诞快乐 相信圣诞节对多数人 是一个享受亲友团聚 分享喜悦的节日 然而对有些人 圣诞节却是一场 长达25年的噩梦的开端 我怎么那时候 我刚好在大安三楼 电话一进 我记得顺林广大电话说 有调查局的人来了 何宽人带了一群人 就两点四十五分就冲上去 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一群一进来就二三十个 都是壮汉的冲进来 在门口看到有警察 然后我喝枪死的 这个警察都 还有那个调查局的人 都带枪啊 带锁枪啊 那当时真的很恐怖 因为我工厂离这边 也差不多五分钟 我就过来一看 哇那是你怎么不讲理 翻箱倒柜的 拖了病啦 在这柜子还锁着 锁着因为 我们无所谓啊 他说你只要开起来 不然开起来 我都不破了 他就很凶就说 你那个师兄 钥匙再不拿来的时候 我要把它踹开 你有详心 我一脚就应该踹下去了 我背的包包就只要 就刚放在会馆而已 然后他就说 这个包包要收藏 那当我到会馆的时候 看到很多记者 我当下非常的生气 也非常惊讶 就说奇怪记者怎么会知道 因为理论上像这种 是一个调查的过程 怎么会有记者过来 我们不晓得公权力 会搞到什么程度 我们只知道 他就这样每天跟你报道 师兄师姐就这样 一下你就听到 这个师兄师姐 被他们的人约谈 一下就有那个人说 他也被约谈 在12月24号 当天早上7点多 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是说可以拒绝 那但是有问他说 我一定要跟你走吗 他说你不走可以啊 我就把你们更多的 凶事也全部都抓起来 就是这样的话 让你觉得说 与其这样那不如我去吧 那个时候心情是 不会形容 就是应该是蛮酸的 那因为师父师母 我都不在家 那我们就要 要很勇敢 侯宽然姐 他都每天都会在媒体上 发布消息 有没有 那种不实的消息这样 然后你就发现说 好可怕 所有通讯录 全部被我毁掉 你就觉得说 为了不要让任何一个 师兄师姐 再受到伤害 那时候总觉得说 我们已经被那个谁 侯宽然 罗智的说 师兄师姐每个 几乎是说 我们出来做义工的 都是共犯那种感觉 就因为他们就没有理由 就把我爸带走 我爸什么事都没做 那所有境界的话 就是说 在那个 我看不到三个榻榻米的地方 就在那边 你不动 不能动 不能出去 也不能联络 不能对外沟通 不能看报纸 不能看电视 然后根本也不能晒太阳 太阳根本没有让你的地方晒 所以就在那边一直待 每天就这样吃饱就睡 睡饱吃了 那白天又不能睡觉 睡觉就找你了 就把你叫起来 那不准睡觉 所以过得就是好像 不是人的生活了 看完影片 我相信许多观众朋友 心中也是燃起怒火 觉得这些经历 会发生在现在的台湾 几乎叫做不可思议 但是呢 这些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时至今日 在很多管道媒体的繁荣 现在仍有一些 不公不义的案件 不断发生 却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 也没有管道 替他们争取权益 当个国家 人民如果心中有很多痛 这个国家 是不可能兴盛繁荣 我们从刚刚的纪录片 可以感受到说 这个违法滥权 对当事者的伤害 尤其这个加害者 是一个政府公权力的时候 它所造成的伤害层面 绝对是更大的 太极门案件 被学者比喻为是一个 法税228 事实上也如同228事件一样 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 就是政府的公权力 也是威权遗毒的产物 如同228事件 需要被平反 法税228事件的太极门案 也是严重的人权迫害 同样也需要被平反 25年政府到现在不解决 其实是因为 将错就错 然后跟打死不认错 越来越多的民众去做觉醒 那我相信这些黑心无良的官员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 这样子再这样黑心下去 再这样子无良下去 会被人家做公审 近日更被踢爆 侯欢仁当年找税务员 使月生配合做伪证 所以这个太极门案件 其实它自始至终 就是一个被刻意制造的假案 所以国际知名的经济学者 社会学者以及法学专家 从不同的层面来剖析 让我们了解背后真相 为什么这事不发生 为什么这事不发生 实际上肖构 在一国会上的一国会开始严重的路上 当货上的一国会 当货上的一国会 在一国会上的一国会上的一国会 这种影响可能比较比较 当货上的一国会上的一国会上的一国会 为什么? 因为它准备了很大的政治性 of democracy for the entire world. Ou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tax incident may seem unprecedented, but in fact it is a 25-year long persecution of a peaceful spiritual movement and the massive discriminatory use of taxes as a tool of discrimination. The Tai Chi Minh case is internationally exemplary and important and yes,we plan to continue our campaign about it. Our vo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until the voice of justice will speak and solve the case. 今天也是行線紀念日 中華民國憲法中明文保障人民的生命權、財產權以及信仰自由權 從國際學者的分析可以發現說 這個太極門事件的本質是一個政府對人民信仰自由的迫害 而這個稅是政府處理這個目標團體的手段之一 在美國也曾經發生政府利用稅的手段進行迫害 但在人民向法院提告申訴獲得申訴之後 總統還出來道歉並獲得賠償 我們既然要與國際接軌 就必須下法世界強國 政府要保護人民並維護人民的權益 台灣許多法學教授甚至是專家學者整個打臉抓包 比如說這是一個司法照妖定 幾乎可以說是動搖無怨 我們馬上來深入了解真相 在這個太極門的事件當中 它是一個典型的228 太極門案件好像是一個 稅務的各種不正當程序的極大成者 筆錄或是正常中的證據 根本都缺乏證據能力的 我們可以說這個案子裡面你會發現到 我們在事實證據的調查 在閱覽卷中 在整個的 整個的激增的程序呢 都有一點方腔左板 太極門案呢 不是稅務案子 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為根本就是整數案子 政治整數 太極門案呢 它呢就是一個完完全全反映出台灣 那個司法的照妖境 同時也代表一個稅務的照妖境 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把這個稅單 這個假稅單把它促銷 還沒有辦法 那這個政府算什麼政府嗎 差不多五院呢 要緊的人呢 都說沒有事 可是就是不能解決 這個事情不是只有良心 良知的問題 而是如何良心跟良知呢 去實踐的問題